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白宫否认航空系统故障为网络袭击 各位 欢迎收看今天1月11号的凤凰每周新闻 让我们下来关注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11号突发电脑系统故障 导致全美航班是一度停飞 白宫当天就表示没有迹象显示系统是遭到了网络袭击 不过交通部长布迪及格就表示不排除恶意行为 美国白宫11号表示 拜登已经就美国航空系统电脑故障听取了简报 目前没有迹象显示系统遭到网络袭击 美国交通部将会继续进行调查 皮埃尔指出为航空公司提供实时安全信息系统出现故障后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11号上午7点25分 对美国国内航班发出了停飞指令 这项指令维持了大约90分钟 在系统故障解除之后 停飞指令被取消 美国交通部长布地及格表示 虽然上午证据显示是恶意行为导致电脑系统故障 但尚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在11号被延误的航班超过8000架 还有至少1200架航班被取消 布地及格表示 此次事件进一步凸显了美国交通部 需要进一步评估美国航空网络系统是否已经老旧 他也欢迎美国国会对此次事件的关注 并且重新评估对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拨款 凤凰卫视 王兵如 王天逸 华视宁报道 加州的冬季风暴持续并引发洪水等灾害 截止到目前为止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升至17人 另一方面 持续的降水使得当地积雪量超过平均水平的两倍多 缓解旱情 加州持续遭遇一连串强大的冬季风暴 天气预报显示 加州西南部在风暴高峰时出现97公里每小时的阵风 部分地区的降雨量达到每小时近1.3厘米 短时间的降雨引发洪水淹没城镇 截至10号有超过2000万加州居民收到洪水情报 洛杉矶路段出现天坑有车子陷入 所幸无人伤亡 洪水并造成中加州一名5岁的孩童多安失踪 截至11号再多报告一例因雷击和树木倒塌造成的死亡事故 持续的冬季风暴造成加州近20多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 而另一场强风暴将在11号再次袭击加州的北部 另一方面加州破坏性的冬季风暴对于可缓解干旱的积雪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截至9号加州当前的积雪量来到正常水平的199% 而美联社的数据显示 冬季风暴仅在这一周为中加州和南部的高海拔地区带来超过30厘米的降雨 并为内华达山脉带来厚度超过1.5米的积雪 凤凰卫视杨平俊 王天逸 洛杉矶报道 Eli Golf在列治文举办一周年庆典推广高尔夫运动的同时 为Connect Place临终儿童关怀医院筹款 Eli Golf是温哥华最大的室内高尔夫练习场 一周年庆典的现场展示了最新的高尔夫训练设备 并有专业的教练 国家队球员进行指导示范 主办方表示 希望通过庆典活动 进一步推广高尔夫这项健康运动 也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以利的高尔夫 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可以冬天夏天 然后雨季都可以打球的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给大家提供一个娱乐和健康运动的一个平台 我们做了所有方面 从专业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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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所有年龄 从我有三岁的学生 到80岁的学生 所以每个年龄都欢迎在这个地方 加拿大政府政要 社会各界精英 以及众多高尔夫爱好者出席了典礼 并踊跃参与慈善拍卖 支持Connect Place儿童临终关怀医院 我也期望在未来和更多国际性的选手 能在这边培训 能出来为我们加拿大 为我们列治人增光 Elie Golf 工为Connect Place儿童临终关怀医院筹得3000加币的善款 用于帮助医院更好地为临终儿童提供充满爱心的生命默契疗户 凤凤卫视 苏惠文 一鸣江 温哥华 报道 PFA 2022年销售业绩突破1亿美元 是美国金融受险行业IUL销量全美第一的National Life Group的最大代理商 PFA 2022年销售业绩突破1亿美元 是美国金融受险行业IUL销量全美第一的National Life Group的最大代理商 PFA资深总裁张兰11年来打造了保险行业最大的华人团队 这支传奇团队培养出6位百万年收入的精英和200多位6位数年收入的经理 2022年传奇团队业绩超过5000万 做到PFA公司的半壁江山 张兰总裁表示 传奇团队有不少成功人士 其中有高学历 有新移民 甚至还有将近70岁的退休银发族 任何人在美国打拼 最重要的是找对平台 可以终身学习 只要愿意学习 每个人都能成功 那这10年来呢 其实我们传奇团队一直我们的梦想跟愿景 就是能够让理财走进千家万户 让更多的华人在美国早日实现财富自由 所以经过了10年之后 2023年我想我们应该更加大力度的 在全美国将会开更多的分公司 给咱们华人朋友呢提供一个学习理财和财商教育的一个家 一个办公室 让大家随时可以来学习 而且可以终身学习 旗舰公司创始人Jason and Song都是高学历背景 Jason原是IT博士 Song是500强高管 他们2016年开始在PFA创业 打造了一支以专业打天下的团队 也是公司业绩持续增长的团队 在2022年做到达到全美新进总裁 团队业绩增长突破50% 在这七年中间呢 其实我们在啊 不管在圣地亚哥 在洛杉矶 然后在丹佛 在那个佛罗里达 还有我们的北加州 在那个纽约 德州这些都有了很多的 我们有我们的分公司 也有我们的很多的经纪人 那么我们当然我们的年受超过了七位数 但是这并不是我们觉得特别值得骄傲的 我们特别觉得骄傲的是 我们带出了全美各地16位经理 那他们呢 在各地都是议员 一方大将 Jason & Song表示 未来他们将继续带动团队 在专业领域深耕细作 让身边更多人了解保险和理财知识 透过学习拥有最适合自己的保险理财产品 合作共赢 活动当天 National Life Group副总裁Jennifer 大客户经理Laying和Yumi 都亲临现场并做重要演讲 凤红卫视宋城洛杉矶报道 由凤商总会和阳光女人联合总会 共同主办的2023年新春联欢晚会日前时举行 凤商总会及阳光女人联合总会理事会成员和会员 阳光教育学院创办人 作家教育家兵人 大西北总商会会长江丰年 世界龙凤文化艺术联合会会长橘子 作家画家Chris等嘉宾以及洛杉矶各侨团上百人参与了活动 洛杉矶北美华文作家协会前会长 双语主持人彭南林客串主持 阳光教育学院学生 阳光女孩吴岳以一曲小提琴独奏 《我和我的祖国》开场 随后凤商总会全体理事和道场会员上台演唱 会歌《百年奉商》 这首歌曲由奉商总会主席朱俊英作词 《行长江》作曲 我们大概有150多人来参加联合会 组织了一些文艺节目 还有大部分都是会员来演出 让我们的会员在美国也能感觉到 有中国的年味 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 凤商总会会长William D 阳光女人联合总会会长鲁力池 爱乐乐团指挥行长江 团长徐柏生 大西北总商会会长江峰年 分别上台致辞 凤商总会主席朱俊英 带领凤商总会理事会成员 阳光女人联合总会理事会成员 也分别上台团拜 祝福乡亲们和家乡父老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们这些阳光女人们 不是在舞台上的光线亮丽 而是在台下生活中 大家都能做到 善良 自信 绽放自己的美 和谐自己的家庭 给社区 给身边的人 带来爱与关怀 凤商总会和阳光女人联合总会 呈现了一台精彩的文艺表演 节目内容丰富多彩 喜气洋洋充满年味 包括Younger开门红和大姑娘美大姑娘浪串烧 独唱我有一个梦 长笛独奏千语千寻 朝鲜族舞蹈梅花打令 歌曲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独舞梁柱 气泡秀语相佳人 舞蹈画你 太极拳 剑清平剑 长笛独奏斯卡布罗吉士 施朗颂加合唱 我们是阳光女人 独舞回娘家 萨克斯演奏及舞蹈 我和我的祖国 凤凰卫视宋城洛杉矶报道 位于加州的天河大赌场 10号是举行了30多家亚太媒体见面会 推广娱乐博彩项目 提升亚裔宾客的玩乐体验 天河大赌场 Sky River Casino 是威尔顿部落与Boy Gaming公司 共同设计 赤资5亿美元打造的项目 2022年8月开业 博彩娱乐场地达10万平方英尺 内设2000部老虎机 超过80台桌面游戏 17家中西餐饮食府和美食广场 天河大赌场市场部副总裁 Kerry Gordon介绍 赌场的高筑马厅 能够充分提升宾客的玩乐体验 这些桌面游戏 我们有一个最 popular的赌场 我们也有在我们高限制宾 有很多赌场的游戏 Bacara Blackjack 还有Pai Gao Tiles 和Roulette 在北加州赌场中 天河赌场拥有最大规模的 亚裔礼宾方案 多达16位客户专员接待团 精通国语 粤语 越南语 韩语 菲律宾语等亚洲语言 天河亚裔商标的设计 精心选用象征兴旺 及优雅的吉祥物猪雀 寓意为所有亚洲客人 带来尊贵与荣耀 天河贵宾会员卡 是融合高科技的奖励计划 一卡在手 如同拥有获取积分 享受所有娱乐活动的万能钥匙 积分可用作free play 或支付餐饮费用 会员甚至不需要携带贵宾卡或现金 也能够轻松玩乐 我们可以经过我们的mobile app来玩 又不需要带你的reward card来积分 积分就可以用玩乐来做free play 或者可以用食餐饮券消费 天河大赌场位于麋鹿林市 近临99号高速公路 由沙加缅度前往只需15分钟车程 距离旧金山及奥克兰市中心 约一个多小时车程 更多详情请浏览屏幕上方官网查询 访航卫视谢维 麋鹿林报导 休息一下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一起来看今天的综合快讯 伊利诺伊州政府于10号通过并签署了保护伊利诺伊州社区法 使伊利诺伊州成为最新的一个禁止销售或持有攻击性武器的州 保护伊利诺伊州社区法规定 包括部分半自动武器大容量弹匣 以及快速射击装置在内的攻击性武器 将被禁止在伊利诺伊州销售或者持有 截至目前有9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禁止销售或者持有攻击性武器 据悉此次的立法是对2022年7月4号 伊利诺伊州海澜派克市举行独立日游行时发生枪击事件的回应 前总统特朗普家族企业的前首席财务官艾伦·魏塞尔·贝格 于周二被判入狱5个月 罪名是逃税超过170万美元 2022年8月他承认在特朗普集团担任首席财务官期间 参与了一项长达15年的税务欺诈计划 通过将部分收入用于房租 弃抄租赁和孙辈在私立学校的学费等等 魏塞尔·贝格逃税超过170万元 他被判在纽约的莱克斯岛监狱服刑5个月 随后是5年的缓刑 另外需要偿还将近200万美元的税款 现年75岁的魏塞尔·贝格为特朗普家族效力将近半个世纪 被视为特朗普在生意上最忠实的主手之一 2022年8月18日 魏塞尔·贝格同监察部门达成认罪协议 同意做特朗普集团税务欺诈案的污点证人 特朗普集团当时表示魏塞尔·贝格遭到检方迫害 检方调查出于政治动机 根据赵彩官方官员表示 在10号晚美西时间8点开奖再次落空后 赵彩投奖奖池已经累计达大约13.5亿美元 为该彩票史上第二大投奖 周二开奖前的投奖金额为11亿美元 当晚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13、14、15、18 超级球号码为9 虽然没有一张彩票与投奖相匹配 但是有16张彩票赢得了赵彩二等奖 奖金高达300万美元 下次开奖时间定于美东时间周五晚11点 如果幸运中得投奖 目前的13.5亿美元奖金可能选择30年分期领取 彩票官员表示 如果中奖该奖金数额将仅次2018年 在南卡售出的15.37亿美元的赵彩投奖 赵彩表示 接近三个月的连续25次开奖无人中投奖 导致赵彩奖值不断的攀升 最终突破了10亿美元大关 无论购买哪种彩票 中投奖的几率都微乎极微 赵彩中投奖的几率是3.02亿分之一 凤凤华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中国两岸3D的最新消息 在中国公共关系协会11号举办的防疫主题沙龙上 国家卫健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主长梁万年说 根据目前对病毒的监测 未发现在中国流行的毒株有新的变异 中国正在密切监测病毒变异情况 会负责任的对外开放 西一轮寒潮天气11号抵达新疆 开启今年首场寒潮和冷暖大逆转 预计到15号 强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超过27个省份 带来大风、降温、雨雪和沙尘天气 受降雪影响 乌鲁木齐部分航空被取消 广州市天河区11号下午发生交通事故 导致5人死亡、13人受伤 网上画面显示 当天下午5点多 在广州天河路体育东路口 一辆黑色宝马汽车快速驶过 直接将斑马线上的行人撞开 汽车并疑似试图冲撞路边警察 目前22岁涉事司机温某已被警方控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州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阻开 一起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周三收盘 华尔街三大股指全线收涨 以重科技股的纳指领涨 是出现自去年9月以来的首次四连羊 投资者押注周四即将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报告 将持续出现降温信号 那么目前道琼斯经济学家预测 去年12月份的CPI将环比下滑0.1% 同比增长6.5% 核心CPI环比增长0.3% 那么明天周四美股的走势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这份通胀报告是否符合预期 但是投资者目前似乎对此有信心 在周三利率预期是导致美债收益率大幅下滑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是下滑至3.53% 三十年期下滑至3.65% 那在标普的十一个板块当中 周三主要以房地产板块领涨 涨幅是达到3.6% 消费者非必须品科技材料 以及通讯服务板块 涨幅也都超过1% 科技巨头普涨 亚马逊大涨5.8% 另外特斯拉涨幅也超过3% 早前的监管文件是披露 特斯拉可能会斥资超过7亿美元 扩建德州奥斯汀超级工厂 另外有报告指 特斯拉可能会在印尼新建工厂 另外我们关注一下 迪士尼公司早前是宣布 优化美国本土的主题公园 定价策略 那股价收涨近1% 盘后又是宣布了耐克总裁 将成为迪士尼的新任总裁 那么这是继爱格接任迪士尼CEO之后 公司出现了又一个高层变动 是受到了投资者的欢迎 公司股价在盘后涨近2% 另外我们还关注到 在周三美股 一些股票是投机情绪似乎有所重回 那此前在亚空大战当中 The Bad Bath & Beyond股价是收涨超过60% AMC电影公司AMC的股价是大涨超20% 那这两家公司的股价门槛 首先比较低 其次背后杠杆比较高 也容易加剧股价波动 最后看其他资产方面 国际油价格涨超3% 布伦特原油攀升至每桶83美元 德州青田油攀升至每桶77美元 黄金价格涨0.2%至每盎司 1880美元 富豪卫视陈飞飞纽约报道 再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灾经指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